你信不信廣東也有天池? 潮州鳳凰山山脈就有個鳳凰天池 聽當地人說,這個鳳凰天池是火山爆發時留下的 如果算下,從對上一次爆發,也即是宋代那時來算 這個詞,距今已經有千多年歷史了 文說鳳凰天池中年,都會像仙境一般,雲霧營繞 而且每年到三至五月的盛花期,鳳凰天池邊就會長齊五顏綠色的鮮花 你說這個時候,會否真的有神仙出現呢? 還有人傳說天池裡有一種魚,有四隻腳 那就真是不知道真是假了 想體驗鳳凰山的特別之處 就可以延山腳下的徒步徑前往鳳凰天池 步徑兩邊都是千年古茶田 你喝開的靚丹蟲就是從這裡出產 另外,青雲盞道和玻璃盞道都很推薦 青雲盞道連接天池和青雲子 那條盞道九曲十八彎,是拍攝景色的絕佳位置 玻璃盞道有200米長 站在上面,可以附陷整個天池的美景 膽大的朋友記得去體驗一下 最後,讓你參考兩條路線 接著,佳欣走廣東 換區就知道多些